水牛正在低头吃草,却被一条巨蜥从后面偷袭,并在它腿上精准地咬了一口,吓得水牛赶快逃跑了,但殊不知自己现在只剩下半条命,因为咬它的并不是普通巨蜥,而是科莫多巨蜥。 科莫多巨蜥的牙齿以及唾液中还有大量的可以致命的细菌,不光如此,科莫多巨蜥在饲要猎物时,还能通过牙齿释放毒液,接下来受伤的猎物会遭到细菌和病毒的双层攻击,直到毒发身亡。 所以,科莫多巨蜥只需要默默等待猎物死亡,再用自己超强的嗅剧,找到猎物的丧身之地。 现在水牛体力不支,窝倒在了泥潭中,毒液已经扩散到了它的全身,等待它的只有死亡。 随后,大量的科莫多巨蜥吻着味道蜂拥而止,它们在等猎物彻底断气,再经过一天一夜后水牛中毒身亡,科莫多巨蜥开始一拥而上,这头水牛不到一个小时,就被它们吃得干干净净。 科莫多巨蜥非常的残暴,它们主要是吃腐肉,当然也攻击活物,甚至有的时候会捕食同类。